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里巴巴国际站官方课堂 本次给大家带来的是 如何用客户通发现增长机会 观看本节课程 您将收获 发现商家存在哪些问题 这一张是商家真实的案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红色画出来的公海客户 这个8341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8341个是没有业务员跟进的 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共有9654个客户 有84%的循环客户 是都是没有人跟进的 然后这样存在了大量的一些浪费 那我们接着再看 商家的另外一张客户分析的一些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红色挂出来的是购买 这购买代表是第一次购买 没有复购的有924个 中层代表复购客户有313个 商家的整个复购率是34% 那这34%到底是高还是低呢 我们其实接下来可以再去看 商家的他自己的一个客户盘点 可以看到商家红色框 画出来的是成交客户里面 有成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的 有102个客户是没有联系过的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上面的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商家他存在大量的客户是浪费的 而且大量的客户就是成交了也没有人去跟进 所以呢商家他其实付购34%付购还是低的 他的整个付购低的原因是没有及时的去跟进 这个就是一个商家的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会发现他的整个的老客户盘活 还有他的成交客户的跟进 都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 那大家回去看到这个案例以后 也可以到我们的客户通的客户管理 客户分析页面去盘活一下自己的客户 看你们的客户是不是也是很多忘记的跟进 成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 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去复盘一下 本次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